寒流一波接著一波 低溫又加上下雨 让金融人感觉更冷 民众在家门窗都紧闭 如果使用电热水器或者瓦斯 在室内密不透风的空间 就容易产生液氧化碳中毒 我们家热水器是撞在室内 而且没有强制排气设备 所以怕遇到天冷 然后窗户都关起来 每到冬天各县市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频传 尤其是12月到农历春节期间 最容易发生不幸意外 金融消防局企图分队 利用假日来到南兴市场 拿着大声工 向民众宣导预防药林 我们如果进去 整个室外没有整个室内 如果生成功 没有大家一直洗 没有大家一直沿流洗 这样比较危险 有的比较年纪大一点 还不晓得 人家讲他就会更了解 于星期六日市场人潮众多 我们希望借由副宣 宣导妹姐妹的力量 一起来跟民众做一个宣导 在冬天家中如果有装热水器的时候 在室内密閉空间 一定要装强制排气的热水器 选购热水器除了要合格认证的厂牌之外 热水器也要装在户外通风良好 而消防局每年都有补助热水器安装 民众若有需求都可以求助各消防分队 朋友家中有热水器更换的问题 其实只要拨打电话到我们的119 119会帮我们转到你所住的各个分队那边 那我们各消防分队会有专人到府上 为你做一个服务 了解你府上的热水器的状况 那也有更换也有补助的部分 现在室内的会装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装在室外或是阳台 阳台的话会用墙台的方式把它装置出去 然后我们在独居老人跟一些长者的部分 我们都会差不多两三个月 会安排一次会去帮他做访试 消防队员拿起了大声工 走入传统市场 不断的提醒再提醒 就怕民众疏于防范 就可能发生不幸意外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